各位大家好,我是老佩天生,欢迎来到全程解说 这期视频大家收到的是《缺魂九五大市区》一批小思对两批走路风骚 看一下双方的配置,一批三强,非主流,两批 龙虎队,对一个三强的配置很难对付 小思也不是开玩笑的,小思很强的 至少也是A级的三强 奈洛敲真身威 对方一个龙神匹智孔,落地的话没有出生他的招 对方CD落地打身后 其实落地打身后的话,一般会选择一个生龙 不一手生龙 对方跟你重合躲闪的话,没有先手 罗伯特这把战阵的先机啊 不让对方转身,不让对方出招 看一下罗伯特 又是个远生生龙 好,跳C打中以后硬直落地 又是跳B,正身威,再抓 打身后完了,啊,差也 这身再抓 这把小思生龟 好,追加一生龙,漂亮 斩臂戳,捕一手生龙,对方想动 不死 没有防徽的空间啊这把 老是让对方牵着鼻子走 看下说我,很难对付啊,这个Post 好,隐身后打对方一个落点 身后起身转身抓 上车,跳C,不让对方出来 不让攻击,连续的压制队友 只要让风骚到你的话,就很难受了 很难解脱 新生,没有抓 尾手生龙,好,这把的话应该手反杀了 近身的话有点招皮 他跳上CD,不应该前跳,直接直跳,安全招 然后琢磨跳C,比较强 空洞的话,抢招 看下8,1,2,3,4 跳B,对方没有转身打一个落地 不太好防 大破坏 看下对方,拔起来 好,来了,卡跳C,摸一下 还是打落点,波敦对方 波闪攻击打出来 判定没有出来,直接被截击 再扣,好,应找门门主 发生来应找门门主低传弟子 一丝血,一丝血能反杀 不大可能 然后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 那草地鲶排头 对方依旧是一个非主流的配置 龙虎队,小峰打那个非主流 打非主流,用非主流打主流 是非常有心的 两个counter 紧身,挑身后 第一时间落地多闪 知道对方的一个套路 跳一影跳的话,不应该起身 又是补一手圣龙,补到 12345678 哎,补一手圣龙又补到 还有一次决 再见 两波 夺 紧身,没有给你机会 前两个boss 你对一下 把你的习惯养起来 前跳直接补 那板前两人打boss boss 好,头顶没有失手啊 斩逼 没有敢轻易的拖闪 不会受圣龙 刚才一个上则没有则到 一个圣龙打浮空 因为是相杀的这个比较 是相杀的圣龙 对方被打到会浮空 可以补任何招 然后说没有来了 然后调皮精神 金子 再来金子 再来金子 不让到不让出来 请你享受这边的自己的香味 可以啊 这香味特别的色别 拿到口子 对方只剩下一个罗伯特 心丹引之 多么男子 走 走 好,落地 对方跳C 一个香杀 又一个香杀 好,跳CD落地 对方没有起身 然后直接凹一圣龙 好,反身跳漂亮 再见 没有打晕 走 下一步一手 防止你乱动啊 让我们看一下双方第三局啊 好,三强打一个整队 然后封烧几把几把 这才上一马 没有发挥的太好 好,倒地 现在危险 倒地把对方头锤过来敲一下 硬直 还是强行跳对方身后 哎,等对方犯错 加一层戒 让自己灰風落地 他要折对方左右 然后,断了一个弯动 找前帝 不要打了兄弟 好,好,几层 哇,好快啊 这个圣龙 好,刚才这个多场株 再接第一波 飛了 快 简直 走 又是野手 比方打一個落點 跳CD想轉身都沒有機會 封鎖看得很準 下C 打擊頭 弄死 基本上就是半血 打中就是半血 龍身體直跳 防對方近身 好 看得不錯 跳得太遠 然後沒有出招 漂亮 再見兄弟 這把太帥 1 2 3 可以的 對方八身 八身的話 不太怕這個羅伯特 他的身位好多 可以騙羅伯特 完了 哎呀 當說要騙啊 就不能弄了 一套暈兩套死 完全不給機會 好 我們看一局吧 太短了這個世界 真的好傷啊 打中就死 真的很傷 這節奏真明快 很多人不會玩95 95很好玩 他是 一開始是用來Counter T82的 1 2 3 4 連續要轉身打對方的 聖龍 接機 啊 沒有一個成功了 想前前抓 不會說聖龍太快 啊 風騷這個意識 還有操作都是一流 這是非主流中的一流 很強了啊 好 看一下啊 一 斬筆貼 誰先升龍誰先死 哇 這貼臉波 漂亮 請兄弟做面膜 請你帶點粉底 好 斬筆抽 忍不住出來 你不能動的 他補一手氣消 讓自己的硬直消失 然後靜身接著牙 這招很強啊 剛剛他犯了一個錯誤 他應該 打機頭以後 接生龍倒地 接著牙 不能太貪啊 好 不得 龍神滴滯空 滴手 有一個龍神滴 打身後 躲閃直接C頭 漂亮 兩個AA取消以後 靜身直接C壓 那這是一個套路 那很多人覺得你要抓他 兩個AA打完非常快 反應不過來 精神打亂動 空中挑逼 左右則落地 好 好 出一點 多閃攻擊後手 挑一成功 拿八神 老是被對方打中啊 沒有一次成功 來了 多閃攻擊 多閃攻擊 變成了對方的一個秀場 對方起身之間一個重神龍 然後兩段 又是兩段 哇這風騷 真的風騷 好的 呃 大家喜歡群體 聲音 跟我說 建議的關注 帶來收看 下期再會